電影有說大哥只能有一個 現在美國好像還是覺得他是大哥 為什麼會這樣講 原因是因為 當這個習近平去到莫斯科訪問 回國之後 拜登講的話是 西方民主國家財團結 中俄關係和睦是被誇大了 來聽聽他怎麼說 好這個場景呢其實是他當時人是在加拿大這邊 在加拿大的國會裡頭做演講 他說什麼 他說每家團結在一起 大家一起幹大事 好柯比呢則是在3月20號的記者會當中 不斷的告訴大家 美國才是世界領導者 好這個其實是網友把他所有 當天就3月20號那一天的記者會裡頭 他到底講了幾次 美國是世界領導者 把他7次全部撿在一起 說美國就是這麼強調 怕你不知道美國是世界領導者 但是目前實際的狀況是什麼 剛剛理解我也講了 現在的中國跟以前不一樣了 而季辛吉 美國前國務卿這一位老外交 他也說了 現在他必須要提醒美國 說現在中美是擁有對等的經濟資源的 第一次冷戰的時候 美蘇的狀況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所以不應該指望中國接受西方觀點 新遊戲開始了 這個規則 美國人記得也會是新的 然後就開始網絡上面有人在問說 到底為什麼中國不是以往都說嗎 是韜光養晦 那現在怎麼好像 看到習近平出訪 或他們現在這些外銷策略 不太一樣 結果就有人在說了 是不是其實是因為 美國幫了中國這麼一腳 原因是因為 好像每一次都想要打老二 結果這個專業戶碰到了 釘子戶 這是一個戰略上的誤判嗎 好像有的時候 很多的專家都告訴美國 你有的時候打得越深 這個反彈的力道可能會越大 而目前看到在中東這邊 在上一次習近平介入這個 沙烏迪阿拉伯還有伊朗 雙邊的覆交之後呢 情勢一直在變化 目前沙烏迪阿美 他們很大的一個能源公司 已經計劃了 2026年要全面的 在中國這一邊來投資 預計會花掉100億美元 同時他們也講了 他們現在要轉向製造業這邊 也要前進嘛 所以他們從2016年開始 到目前為止說 已經蓋了有共1萬座的廠房 成長大概有50% 你看到他在中國這邊 持續友好 可是跟美國這邊 其實也沒完全放掉 所以就有人說 這一位MBS好他 沙爾曼他是蠻厲害的 叫做中美通吃的佈局 也就是以往 好像都是美國優先 現在他加強 跟中方這邊的經貿關係 跟伊朗複交 就是為了平衡 美國的影響力 甚至也有人說 其實他跟俄羅斯這邊 關係也不錯 因為先前呢 基本上他覺得 普京的一些所作所為 他都還蠻喜歡的 所以呢 有沒有可能 在這一局裡頭 一左一右 會往左走一點 往右走一點 這是大家很好奇的 一件事情 當然現在我們看到了 沙烏地 阿拉伯跟伊朗之外 現在傳出跟敘利亞這一邊 阿薩也要開始去 跟他們談一談 聊一聊 畢竟呢 現在在整個中東 好像一個和談的氣氛 是蠻濃厚的 而且在這一局呢 傳出其實是 俄羅斯在斡旋的 前面是中國 後面是俄羅斯 那不就是美國 又當了旁觀者嗎 其實普京就在講啦 他現在他一直覺得 讓人家想到什麼 惡戰的軸心國 可是那是邪惡軸心啊 而目前到底 俄烏戰會是一個 怎麼樣的狀態呢 據說啦 這個是美日郵報的報導 說普京呢 他在白俄這邊要部署 戰術核武之後 其實英國人有要求 澤倫斯基投降 是真的嗎 其實在歐洲目前 確實有反戰的氛圍 我們都知道法國 最近呢 是為了這個退休 改革等等制度 在街頭相關的抗議 行動蠻嚴重的 而且呢 這巴黎街頭很多人 因為罷工的關係 所以到處都是垃圾 甚至還有人在燒垃圾 變成了火場等等 好 可是這裡頭 也有一個聲音 叫做拜登 我們不想要你的戰爭 甚至呢 伊朗外長還喊話馬克宏 說要尊重人權 他說啦 很諷刺啦 一個被西方制裁的國家 也看不下去歐洲大國的 暴力鎮壓 而歐盟呢 到目前為止 很多人都開始在問 到底先前跟著美國走 這個路是對還是不對 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是不是要繼續 再跟下一步 跟著他對抗中國呢 甚至呢 也有很多人在講了 整個美國的戰略 到底有沒有把他們 當成自己人 還是其實是為了 美國利益 再往前走 那盟友入死胡同 該怎麼辦 會不會他們就算了 回過頭來請教亮哥 您怎麼樣來看 拜登有講 說中俄關係和睦 這被誇大了 那個 中國本來就不結盟 他們有特別強調 他們不針對第三方 對 那只是對國際的秩序 該有的一些特色 他們表示有一些共同意見 比如說這個 你 這是中國大陸講的比較多 就是說這個 你的安全 要顧慮到別人的安全 對 不要搞集團對抗 然後發展的話 就是要注意到不平等 還有貧窮不均的問題 貧富不均等等 還有不要把別人 把自己的價值 強壓到別人身上 要尊重各國文明的 這個特殊性等等 可是我覺得主要是俄羅斯 在這個階段真的需要中國 因為歐美 日韓的企業都撤出 這麼大的一個缺口 誰能夠補上 那還有他的財政收入 確實短少很多 對 所以中國跟印度 就補上了人員這一塊 這都是事實 還有他西伯利亞要開發 他也需要有人投入 不過我覺得美國 主要是把自己弄亂了 比如說拜登你當初 剛當選的時候 你如果回到歐巴馬的TPP 那你亞洲不就有一個 多邊的經貿架構嗎 你為什麼不回來 是川普退出 你為什麼不回來 拜登類似的舉措還非常多 比如說就是 他事實上那個時候就已經反省到 用關稅來做武器是不會成功的 然後也是他的政見 可是他並沒有做 事實上中國大陸那時候 最擔心的就是 他在亞洲搞TPP 然後在美歐之間搞TTIP 結果後來都沒有 就是拜登變成是 繼續follow川普的政策 一樣中東也是 川普跑去說 以色列的首都在耶路撒冷 然後屯肯區以色列有合法性 你違反聯合國決議 所以當然引起阿拉伯國家的嚴重反彈 結果你拜登上來之後 你也沒有改回去 那你這樣叫中東的國家 怎麼跟你做朋友 還有你看這次巴西魯拉 他是因為生病結果暫停 訪問中國 不然他是先去美國 他剛當選總統是先去美國 只有只去一天 那只跟拜登談政治 所以氣候變遷的部分 巴西可以跟美國合作 然後他要去中國大陸 帶了240位企業家 然後聽說本來要簽20個協議 然後希望中國去巴西 協助他發展基建 還有做一些投資 他的工業的發展 這個就是明顯的差別 就是連你的後院 為什麼你守不住 因為你能夠提供給他的幫助 實在是沒有 不然巴西為什麼 他先見你 表示尊重 為什麼只去一天 因為你沒有辦法提供他基建 沒有辦法幫助他做工業發展 那怎麼辦 那難道類似處境只有巴西嗎 你去跟阿根廷 巴西是藍美的共同市場裡面 最晚參加一帶一路的 對 阿根廷早就參加了 烏拉圭也參加了 智利也參加了 那難道這些不是美國的朋友嗎 是 所以我說美國有很多事情 是自己把自己做死的 中東最明顯 你一面倒向以色列 你在中東怎麼可能會有好政策 不可能 你自己把自己忙死了 所以燒地阿拉伯 因為你既然那麼一面倒向以色列 所以他的策略就只有一種選擇 就是幫以色列跟順利派和解 然後一起來對抗伊朗 可是對順利派來講他就覺得 那我直接去跟伊朗和解不就好了 對不對 當然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不就你自己做死了嗎 好 所以整個局勢看起來 到底是作簡自負 還是只是強調 大哥只有一個 大家怎麼不認我當大哥呢 我們先進廣告 好 我們剛剛講到了現在的美中關係 李顯榮說 需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季辛吉也說 這比第一次危險 今非昔比 大家就想問 說很多美國人的疑惑可能是 為什麼中國不在 韜光養晦了 請教趙老師 中國長大了 我記得那個時候在 習近平有一次到法國去訪問的時候 他就講嘛 中國一個碎師 一個碎師 現在要醒了 那麼韜光養晦其實意思不是說無所作為 韜光養晦的意思就是你該做的還是做 不該做的你不要強出頭 他主要是這個意思 那麼我想中國它的崛起應該 西方他們在研究應該從2005年開始 當時這個北京奧運辦成功了 另外一個就是 中國用它自己的制度 能夠渡過金融海嘯 那麼所以很多西方就認為 這個中國它是起來了 我想 中國它整個這個 這個勢頭 望上其手 不是說這個東 東升西降 它整個這個勢頭是往那裡走的 所以他們在這個情況下 它必須要有相對應的這個 在國際的一個角色 所以原來過去是一個區域的強權 現在它又變成一個全球性的一個力量 所以它必須要有發言權 那美國就認為你要爭取更多的發言權 你又是你剛剛主持人剛剛講 你到老二就好了對不對 你現在你這個 雖然你不想跟我爭奪天下敵人 可是你的武功越來越強大 握他之旁其容他人酣睡 所以美國一定會覺得很緊張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麼各種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就出來了 當然你不可否認 因為他中國整個崛起以後 會有產生一股大陸一個民族主義情緒 所以過去什麼厲害了我的國 這種話都出來了 可是最近他們慢慢慢慢也了解到 這樣子下去 所以我剛剛一直覺得就是 李顯龍講的話 可能有這麼一點點意思 當然這點我跟這個韓民哥 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因為是要叫中國調整他的位置 而不是叫別人調整位置 那好了我想大概主要的原因就是 今天很多人都認為東亞病夫 沒有辦法接受中國一個崛起的事實 過去川普時代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要試圖改變中國 他改變中國 他把中國共產黨跟中國人民加以區隔 要改變 可是拜登這點倒是蠻瞭解 因為承認中國它是一個實現 它這個壯大是個事實 就沒有想要企圖改變中國 而是現在看起來 在中國看起來是要企圖 要摧毀中國的一味道 不改變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 會有這樣子 中國想要更大的發言權 會讓人家感覺到 好像是台灣養晦是在那個 好 所以剛剛趙老師講的 以前好像川普是想要改變中國 但現在在拜登他的政策底下 會讓大家覺得他好像想摧毀中國 到底這一局應該怎麼看 我們先進廣告 好 講完了美中之壞 我們要請教在中東這一邊 夏沙烏地這邊有動作 他其實是不是真的想中美通吃 請教兵哥 對沙烏地來講 我為什麼一直要長期被你美國載制 而且美國過去跟他來講 他算是合作夥伴 可是現在他們是競爭對手 因為美國現在也在對全世界輸出石油 你根本跟我是生意上競爭對手 那我還一切都你美元本位 然後你每天又在那邊印鈔票 那我怎麼活 所以對他來講 他本來就是要跟他採取一個競爭的態勢 但又不能得罪他 所以最好是能夠在中國大陸 美國甚至俄羅斯中間我保持一個平衡 對沙烏地阿拉伯來講 是最有力的一個態勢 所以他當然會尋求這樣的態勢 普丁現在在全世界最需要朋友的時候 所以他也會積極去促成 比如說你跟敘利亞之間的和解 或其他這些 他能夠幫上別一個忙 別願意跟他站在一起 現在對普丁來講都是好事 所以我覺得拜登自己本身 要去看清楚這個情勢 你過去對美國打擾而很厲害 過去把蘇聯打垮 後來把日本打垮 可是中國的情況是截然不同的 蘇聯那時候整個經濟量體 跟美國差距非常非常大 那日本是因為 日本這個國家 根本不是一個完全國家 他從頭到尾都被美國宰治了 所以當美國人要求他做什麼時候 日本不得不做 他不得不配合美國這樣去做 可是中國又不太一樣 而且如果拜登真的想要 把中國大陸往死裡打 那不好意思 你會把全地球的人都打死 為什麼 因為中國現在 全世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國家 跟地區 他的最大貿易夥伴就是中國大陸 那你如果把中國大陸打垮 那不是大家一起垮嗎 何況你美中之間的貿易盒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貿易盒 將近7000億美金 那你這樣一垮之後 你美國自己是不是也要垮 所以我覺得 用這種零和遊戲玩法 去用這種冷戰思維 去想中美之間的態勢 我覺得是非常奇怪 這是一個21世紀的新的環境 美國應該要有新的思維去想 你怎麼樣跟中國 這一個崛起的火門 雙兵衝訪 美中台新電局 3月27日早上10點 特別企劃 新聞大白話 國民大會 邵康戰情勢 全面大解析 早上10點 鎖定TVBS56頻道